大家好 我是愛玉言神 我今天繼續給大家帶來 玉神5.11 魔神任務第五章第四幕 命定江墳的紅光寶箱生命園遺跡 第四幕 命定江墳的紅光 你做到一半的時候 會有個副本寶箱 然後 上一個第五章第四幕的話 全程都是對話 好吧 你跟著任務指引對話就行了 那我們做下這個寶箱的收集啊 叫做 命園遺跡啊 直走 原眾不會將全部兵力集中在同一處 過來之後能把這些怪也清了 加寶知識機 貓威 好這邊的話是第一個寶箱 然後之後能繼續往前 達到了回生之子中的專家級水瓶 那邊應該是魚翼開他們 好這邊的話我們 從左側啊 從左側這邊過來 直走 過來之後呢 這邊是第二個寶箱 好 來清灌 好解決掉之後呢 來開一下第二個箱子 開完之後呢 直走 這是煙米組的 好接著對話的話門開了啊 繼續往前走 是遠古時期留下個怪之後呢 我們要復原這個圖案 我們點啟動啊 這邊的話我們 點啟動之後呢 控制這個旋轉啊 就上面有個長條的 使他這樣子轉過來 啊這樣子 看清楚沒有這個 上面這個長條的 它是一個短的一個長的 然後我們把長的轉到上面這個位置來 然後暫停就OK了 然後我們附身一下 嗯 附身一下往前一拉 好這邊 好這邊 它轉成一個龍的形狀啊 你如果說轉久了 它會有提示的 然後我們把這個上面這個長的這個位置 轉到上面去 啊這個 再轉一下下 然後定主 看到沒有這個 這有個長條的這樣子 斜著尖尖的這個 轉在右上角這個位置 定主 第二個就是完成了 接著我們 拉過來啊 嗯 來寶冠截 清了 明佛節關 好解決掉之後呢 最後一個 啟動一下 最後一個的話就是 嗯 它是控制外圍的 外圍的這個 最長條的看到沒有 我們轉到最下面去 啊等一下定主 外圍的最長條的 轉到最下面 啊 就它就是一個龍的形狀 它這個龍的形狀 外圍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形狀的 看別凹著的這個形狀 然後轉到下面 把它對齊就開了 然後我們開一下第三個寶箱 然後我們開一下第三個寶箱 接著繼續走 嗯 好這邊對完畫之後呢 直接回頭 啊小地圖上方 這幾個仙靈它是 嗯 地圖場景 白色 直接離開就行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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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